哈喽,麦格婷姐好介绍,大家下午好 今天婷姐带你来到哪里? 诶,我们又来到皇后去啦 今天来到是在皇后五福城这一带的一间双层田之物 今天婷姐带你看的这间双层田之物,它非常的特别 因为里面可以讲是装修扩建了很多,非常漂亮 这间双层田之物它在哪里? 它是在我们的Daman Supra Utama 五福城这边的一间双层田之物,32x65 32x65,已经扩建完了的四间房间,五家一间厕所 这间房子,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卖点 还有是对面,它是没有面对着物质的 我们这间是Unblock View 前面是无遮挡的一个空间 朋友来找你的话,车房这边停两两车之后 对面还可以再停多三五辆车都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看到整个屋子的这个地砖,屋子都是已经做好了的 每一每的地砖一直延伸到马路 而且你看地砖的condition都还是很漂亮的 如果是这样,你在找着靠近皇后,靠近五福城一带的屋子 想要比较大间的话,要有一点空间感 你看我们这个车房的空间感,非常的够 平凉两车进来还有很大的风味的 而且,这个我们的Outning车棚也是已经是做完了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走过来这边,要进到我们的房间 它是有一个小台阶的,住在高高在上的感觉 而且看到吗,旁边,通常前置物都是旁边十扯空地的 对不对,我们这间32层65屋主 把旁边的十扯空地已经是做好了,整个扩建了的 看到妹妹还在这个空地玩耍,整个客厅是已经extend出来了的 我带你们进去里面看一下,ok 来,我们进来里面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一进来这边,不主是做了两个这个 这个叫防盗门,非常漂亮的 而且这边对,这边是保安围里区 然后你也可以刚刚看到我们这边的设计是属于没有做大门,没有做围里的设计的 这边都是没有做大门的,比较model一点的设计 我们这间非常的漂亮,一进来 你来到客厅的格局,你就会看到整间屋子它是一间全装修的 不只扩建完了,也装修完了的,ok 客厅非常宽敞的,客厅的话 我们放了一个6人的这个沙发,都是还有很宽敞的空间 而且如果你是本身有祭拜神明的朋友的话 这个地方也是已经围里和射了,很方便一个祭拜神明的 我们不称这边的屋子属于比较华人的格局的,ok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延伸过去是我们的这个 看到City在这边,这边玩耍的空间 这边是已经扩建了的这个,扩建 Hello,City,你好 打个招呼 嗨 这边是我们扩建出来的这个空间 扩建出来的空间,你可以拿来做你休闲室,ok 在这边可以休闲,读书,或者是和朋友在那边聊天的空间都可以 我们往后走,ok 这一个的话,它是我们半厅的格局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边的格局是很分明的,ok 客厅过后就是一个大半厅的格局 而且,广厅也不小,这边可以放下6张 6张圆坐在这里都没有问题,ok 再来,我们往后走,你也看到,屋主本身是一个很靠客的人 所以,它在这边还有做了一个小坝台 如果你也是平时喜欢小拙啊,有朋友也来你家小拙的话 这个坝台根本就是为你而设的 你要在上面放你的酒,在这边做你的调酒 很厉害的调酒,都很有一个,很有feel 好像在酒吧的感觉这样 颜色,如果你不喜欢红色,喜欢全黑,或者是青白色 这些颜色的东西都可以换掉的 再来我们饭厅的隔壁,你看到吗 它的格局是非常好的 饭厅的隔壁,就是我们的厨房的空间 这边,可以做一个很玻璃的推拉门,也是很漂亮的 再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它的这个单式厨房是一体的,ok 这边也不用担心,我们罩头已经是有做好抽油烟机了 这些物质所有的这些,看到吗 基本上的中修都是做好给你了 我们的壁厨也是很好的去装你一些家里的一些储藏的东西 储藏空间,它都是非常足够用的 这一个厨柜呢,你看 你看,连这个做过一步如烤箱 插头,全部都已经做好规划了 可以把它收纳在厨里面 ok,要用的时候才打开来 ok,也不会讲话有灰尘,然后不美观 整个空间看,你看洗手台,全部都做好了的 ok,往后一点走,这边是我们的这个 楼下共用厕所的一个空间 ok,壁砖啊,看到吗 啊,我们这一间物质哈 四间房,五家一间厕所 所有的壁砖都是上到底了的哈 不用担心是墙壁久了,会有霉啊 ok,会很难清理,这一间不需要担心 ok,洗涮方面是非常容易的 再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楼下的房间好吗 楼下房间哦,通常楼下房间长辈房都不是很大的,对吗 这一间长辈房非常宽敞的,ok 你可以看到哈,长辈房的大小看到吗 床架已经是做好了的 再来我们的超大衣柜 啊,做了一个超大衣柜的这个装修在这边 ok,一个壁厨在这边 所以这些物质其实基本上来讲没有包家具 可是你也不用买什么家具 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些built-in的衣橱床架 都是已经做变变了的 而且颜色哦,也是你看到吗 很实际的这种暮色系 大家都会喜欢的颜色 不会讲有级,习惯会蓝色、粉色,ok 长辈也会很适合的颜色 再来我们来到我们长辈房 他是有自己私人的pilot toilet 楼下的客房 这个厕所哦,跟婷姐讲的每一间一定要上完闭窗之外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感 ok,其实是很大间一下的 每一间房间自己有自己的厕所不需要共用 你的客人来 就像我们刚刚楼下的这个客人的洗手间 不用进到来房间 而且这边楼下房间有一个mini空间哦 啊,看我们的玻璃门走过来 这边是我们屋主特地为了家人哦 来设计的这个甲骨骑的空间 看到吗 上面啊,本来是一个透天的天井来的 这边,屋主他把它封起来 用半透明的材质 ok,让这边有微微的透一点光线 这边做一个超大的甲骨骑空间 而且哦,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地砖 它都是采用这种防滑的地砖啊 这边也是一样所有的这种壁砖啊 全部是上到底的,ok 很好清理的啊 家里如果是这样哦 住这间房的朋友真的很enjoy 放工回来啊 要去这边泡一个按摩浴缸 也不用去到SPA花一个几百块 在自己家就有很好的一个休闲空间啊 这些屋子真的很适合给一些很爱在家 摸着不想要到处跑的 你看整个屋子有做好很多这种LED的灯啊 这些装修都是很适合 嗯,ok 所以近来的朋友把我们分享出去哈 今天婷姐带你们来到的是一间 在我们靠近皇后五福城这里的双层天之屋 上来二楼的当儿尾 给你们看一下哈 我们这一间屋子的扶手 本来是普通的铁的扶手哦 屋主把整间屋子装修的时候 也做了白杠加玻璃的扶手 非常的大气很漂亮哈 这一间屋子可以讲前前后后哦 装修了两三百千哦 讲真的以前装修两三百千 现在两三百千 你要把一间原装物装修成这样的 condition真的是很不容易 而且屋主本身都是用蛮好的材质来去做装修哈 这一间屋子哈 先讲一下给大家知道好吗 因为你看哦 听起来装修量三百千 扩建到完 这样会卖很贵吗 这间天之屋又在五福城这么好的地点哈 ok没有卖你1.5 million 没有卖你1.3 million哈 我们这间屋子的卖价是1.02 ok102万 ok102万 net哈 包完所有的装修给你 看我现在踩的这个地方哈 也是扩建出来的哈 刚刚楼下啊 有弟弟妹妹在的那个空间 到我们楼上这个空间 这整个本来是空的 ok 整个是空空的 ok 是一个大草地来的 屋主把它做好扩建 楼上哪来做什么 啊 当然咯 就是很方便女主人的一个空间 ok 方便女主人晒衣服 把洗衣机插头都已经拉好在这边 把病也拉好了 这一边放你的洗衣机 不用浪费你的厨房的空间 厕所的空间 直接在这边很好的利用空间 放洗衣机 还有放我们的这个晒衣架哈 你可以看到哈 这一边哈 他还做了这种很细心 很有心思做这个玻璃的设计哈 其实是为了哈 我们刚刚楼下这个哈 小空间可以有一点光线透进来哈 而且这一间屋子也多了一个小小的羊 不开空间啦 如果你是讲哈 原装屋子的话哈 其实他隔壁是没有这个空间的哈 原装屋子隔壁就是十扯空地而已 只有我们这一间哈 有特地做了扩建 所以哈 有这么好的一个格局 可以来给你哈 额外的有一个晒衣的空间哈 再来我们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楼上的房间 好吗 楼上是三间房间三间厕所的哈 ok 而且哈 这一间房间很大间 ok 这一间房间哈 他已经哦 是做了一整个大改造 哎 看到吗 这一间哈 不是房间 不是拿来睡觉咯 这一间拿来做娱乐室 这一间拿来做KTV房咯 如果是讲你家里的人也很爱高歌曲的话 你看到吗 可以靠朋友来 商品朋友来这边 那边有一个大弯弯的这个 弯弯的这个 弯弯的这个西行半个型的这个哈 KTV的座椅 来这边哈 这边放一整个的哈 可能放投影机 现在流行投影机了对吗 然后你的卡拉OK系统放在这边 有朋友来这边的话哈 可以在这边哈 喝喝小酒 吃吃零食 吃吃小菜 然后在这边唱天啊 然后看到我们这边就可以摆设哈 你的一些展示品在这边哈 或者哈 放一些你收集的这些酒啊 茶叶啊 就是一个展示柜来的 或者是哈 你想要把这边哈 做成是这个健身房 也可以给你自己做大改造的OK 整个哈 整个房间的空间是很大的 你要把它改成做卧室 要把它改成做睡房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等你哈 有两个房间的Site 非常大的 而且也一样 我们的娱乐室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洗手间的哈 OK 朋友来你家唱KTV 不需要跑到外面上厕所 直接每一间房都是有自己的厕所的哈 这边 再来我们参观了娱乐室过后 听姐带你去参观哈 我们楼上的另一间房间 这一间就是我们哈 小朋友的卧室啊 OK 这一间卧室一样全装修 整间屋子不管楼下 客厅办厅楼上的这个房间 全部都是做好装修给你了的 闭除床架 基本上都是做便便了的 OK 如果这个风格真的适合你的话哈 你真的是哈 拿bag就可以住进来了的哈 这些屋子 OK 拿bag就可以住进来了 看到吗 这些小朋友图书的地方啊 放书本的架子啊 书过啊 全部都是已经哈 规划好了的 OK 像我讲的你看一样咯 一进我们这边啊 我们这一间房间的这个浴室就在旁边 OK 这一间屋子哈 方向也非常好 方向是西南方向 对面是乌哥兰啊 没有面对住这个屋子的 OK 所以非常凉爽 要进来主人房之前哈 你可以看到 诶 诶 你看这个床没有直接面对着这个我们的大门 这边啊 来改成哈 做了一个哈 小梳妆台 小办公桌的一个空间哈 再来往里面走 你就可以看到了啊 这个是我们主人房的空间 这边做了这个哈 塔塔米的设计啊 有朋友也是喜欢做日式塔塔米的感觉吗 OK 这一间已经是做好这个塔塔米的设计了 整个主人房的空间 其实不止这边 对面这边哈 你也看到这边放了这个 做了这个厨柜哈 是拿来放我们的这个电视机 还有旁边有一些哈 摆设的这个厨 这一边也有做这个收纳衣橱的空间 OK 往里面走 这一边还类有乾坤哦 这一边是做成了哈 看到吗 有一个小门 OK 这一边是做成我们的这个哈 更衣式的空间啊 来到里面 你会看到这一边已经做了哈 你不用买衣橱的 OK 掉衣服的空间这边应该足够你用了吧 然后这边还可以放我们的包包 放我们平时的一些短衣物 OK 非常多的格子 可以给你做收纳空间哈 再来哈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主人房的这个厕所哈 主人房的厕所也是一样 OK 干湿分离 然后壁砖上到顶去了的哈 你可以看到哈 而且这边哈 上面是有彩光透进来的哈 OK 整个主人房的这个厕所哈 真的也是非常够用 它不会讲特别大 可是它是很实际的这个尺寸来的哈 OK 这一间物质它在哪里哈 它是在我们皇后 皇后的这个哈 五福城这一带的一间双层填字物 OK 这一间双层填字物的话哈 我跟你重复一下它的细节哈 OK 刚刚我们里里外外楼上楼下看了嘛 这一间是在我们皇后五福城旁边双层填字物 这一间就是我们的那个嘉义的哈 就是我们讲Uji的这个哈 很Android的一个小空间哈 再来它的方向是西南方向 大门面向西南 我们这边是永久地气FREE HOLE的哈 这一边屋灵几年 屋灵只有一个八年而已哈 屋灵是八年 对面是没有面对着屋子 对面是Abdog View 而我们这一间哈 是24小时有保安围里的 这边保安围里每个月是140块 OK非常严的哈 而且这一间屋子我们刚刚看了 楼下楼上全装修全扩建哈 屋主的卖价不是1.5哈 只卖你1.02个million OK1.02 102万 OK102万嘞哈 有在找这皇后一代屋子的朋友 想要哈 出去买东西方便去吃晚餐方便 要去大陆也方便的话哈 住惯皇后区 可是想要upgrade 想要买甜植物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一间屋子的哈 这一边的地点非常好 5分钟可以到哪里 5分钟可以到Supra Mall 可以到皇后 还可以到我们Lustar Bessari OK到Bestmark那边 都是5分钟的车程 要去远一点的shopping mall 13分钟你可以到Paradigm Mall 这一边处Jalas Goudai非常方便 13分钟到Paradigm Mall 然后还可以到我们Pukki Inda Pukki Inda的Aion Tesco都是13分钟 去银行也很方便的哈 而且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 这一边开车哈 23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到我们国底 CIQJB Tau KSL 23分钟 你要去到哈我们的这个 Second Link Highway Entry的话 也是大概23到25分钟左右的距离 可以讲这个地点中心啊 你要去CIQ First Link的朋友也方便 家里人是在Second Link 走Second Link Highway去做工的话 这一边去到Second Link Highway的Entry 也是同样的时间点 OK非常适合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 或者是在我们SchoolDive去活跃的朋友啊 想要找这边的物质的话 都可以参考我们这一间哈 这样哈记得记得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啊 等一下结束我们的视频过后 点赞麦德听解好介绍 对这间物质有兴趣有问题要问的话 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在上面 OK我们电话在上面了 或者也可以点击WhatsApp Link 等下退出就会看到我们WhatsApp Link了 可以WhatsApp来问我们 跟我们的这间物质更多的资料 还有照片哈 这样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哈 记得记得like and share 帮婷姐分享出去哈 拜拜